因为我分三个区,保证每天都能够有刮出来 每天都能够刮出来 这个是一个区,那边是一个区,那边已经完了,结束了 对,对 这样的情况下,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刮是非常可观的 对,对,对 这是回流池,这个是剪扣 嗯 这个是整个工具版的 这个工具没有跟我们的区盘有关系 这个值 对 一席值 嗯 这个不得,这个可以刮 这个可以刮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品质 嗯 就不行,那边那个品质就很好 因为啥呢 原来这里缺乏了系统 系统没有接上 所以都是用人工来刮 对,相当于是非精准,各方面的精准度不高 对,这也就不够了 这边已经断水了 等于说我质量长这么高都结束了 这边已经摘完了 摘完了 摘完以后马上去剥,剥种子 蛮剥种子 把它一剪一剪,拿出来这边就剥了 嗯 剥上去了 嗯 像它这也是专门种这个高品质的黄瓜的 所以说它只要整个生长期一个黄金时间段 黄金段的那种瓜 结束以后马上去直播种子 做下一剂 因为水培嘛 长得快,生长速度快 这也是一个优势 它这个黄瓜就马上就拔秧了 所以我们直接拔一竹,看它根系咱们样 你拔吧 啊 也非常好换查 非常好拔 对 这也把这个枕头腌给它 用一样 来 走吧 你看啊 它这个根系啊 侧根呢 非常非常多啊 侧根多的话 也就是根的面积比较大 根面积大的情况下 也就是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比较强 你想你这个效益 效益 效益 我们这里面积是1900平方米 啊 1900平方米 我们那一查 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啊 价格是最低的 我们走的全部是批发 啊 也就是说相当于说 我们批发出去的是两块钱一斤 两块钱 扣掉了批发商的五毛钱 那么我们还可以有三万四的营业额 三万四的营业额 还有包括前期送了一万斤瓜给人家 也就没有含这一万斤的营业额 如果说含了一万斤以后 我们这一批瓜 在最低的 啊 农产品最低的时期 我们能够有五万块钱 只要的这个营业额 就两亩半地 这这是一查 就一查 因为那个一年下 你这种模式能做几堂 一年 像我们南方这边 你也可以六查 中六查 对 都是高品质 属于高品质的 都是高品质 是摘最黄金阶段的刮 刮的品质 我们不落慢的 不做落慢 对对 就把黄金阶段刮 摘完了 马上进行夏批的生产 就直播 不错不错 这确实不错